今天是國慶日 而總統今天的國慶談話 也被視為對國界相當重要的表態 我們就來看看 在今天這場談話當中 他說了什麼重點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希望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其中有五大關鍵字 第一個就是韌性 希望可以強化我們的四大韌性 再來就是穩健 他也重申了四個堅持 不過在接下來就是在民主這一塊 他說要提醒北京不要誤判 誤認台灣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堅持 是可以妥協的 再來是科技最後才是台灣 他希望防疫可以讓世界肯定台灣 經濟讓世界需要台灣 變局讓世界支持台灣 在這次談話當中有媒體分析 他是要來說給北京 還有全世界聽 而當然在這一次的過程裡面 他提到了三次中華民國 四十五次台灣 還有三次中華民國台灣 總結來說就是希望可以 站穩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也爭取更多的國際信任 也要破除中國框架的新常態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把中華民國台灣打造成為一個更強韌的國家 就是現階段國家發展最重要的目標 特別用當今社會最大共約數中華民國台灣 總統蔡英文國慶談話 自自斟酌 中華民國台灣已經成為世界民主自由的重要象徵 台灣會挑起自我防衛的責任 我們不會坐等命運被決定 我們不僅要持續站穩 四個堅持的立場 更要在經濟產業 在社會安全網 在民主自由體制 在國防戰力 打造更精實的四大韌性 今年國慶演說 總統提到三次中華民國台灣 三次中華民國 而台灣則被提及高達四十五次 我要呼籲北京當局 兵容相見 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 尤其從八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 北京藉故大規模軍演 總統重申立場 大聲的說出 我是台灣人 是一種光榮 也是一種驕傲 但就算稱呼中華民國台灣 依然讓國民黨不滿 蔡總統在二零一八年說 中華民國台灣是人民最大的共識 去年國慶日總統又強調 兩岸互不隸屬 並且推動台灣國慶日 中華民國不見了 如果中華民國不見 台灣就進入一個動盪 危難甚至戰爭的一個階段 藍營就怕中國跳腳 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10號在例行記者會中表示 台海的問題根源是民進黨當局謀求台獨 他也強調 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 總統國慶談話 再成兩岸朝野爭論焦點 華視新聞 張花旗 張震傑 台北採訪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哦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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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de派acción